家里洋的柴犬突然暴走 冲出门口 还不停在客厅吠叫 看起来相当紧张 连天花板的吊灯也摇摇欲坠 一大早花莲又有地震 伴随地鸣声 吓醒不少居民 有几次蛮大的 然后我就有跑出房门 然后过没几分钟又震 然后我又跑出去 最后就不敢回房间 一直在就是家门口附近等 不只市区有感 铃鱼潭风景区 见识其画面也是突然一阵抖动 剧烈摇晃将近40秒钟左右 另外花莲大桥及时监控影像 也是晃个不停 镇阳在花莲县政府 新南方2.8公里 瑞士规模4.7 地震深度6.8公里 属于极浅层 没有这样子连续震这么多 连续就已经三天了 连续震三天了 这个不太正常 因为花莲我住这么多年 哪有这种震盘 没有啊 继周三疯狂连震40多次之后 这次从早上7点05分 到7点54 短短一个小时内 连震了16次 气象局地震测报中心指出 这是属于上周 两起双主震的后续余震 但之后如果有瑞士规模 5.4以上 很有可能会引发更大地震 还好吧 因为我们已经习惯了 对啊 因为全部局才这样子而已 已经习惯了 位于板块交界处 花莲时不时就地牛翻身 当地居民大多已经习惯 只是连续三天 震个不停 内心难免还是有些担心害怕 TVBS新闻高中 张一柯花莲报道 请订阅按赞分享TVBS News频道 并开启小铃铛 同时用手机下载TVBS新闻APP 随时掌握国内外焦点 等你哦